那帝有陈意,陈意就是陈墙,又大又美,这个陈墙非常坚固,造得非常大,还美,光大不美不行,又大又美。 大形容它的这个坚固度,它的坚固,它的这个外观的这个形状和范围,对不对,美是形状它的这个美感,美观美感,所以那个陈墙又大又美。 那么非你所建造,不是他们建造的,别人给它造好的,他们就进去就承受就行了,享受就行了。 是不是?非你所建造,又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 什么意思?房子里有空调啊,电冰箱啊,踩电塔,沙发啊,是不是? 啊,装满各样的宝物,好东西,不知好。他们是去,去怎样?去到那里是得利为业的,是现成的。 非他们所装满的,这些家人本地人给它装的满满,装的好好的。装满的为谁预备?就为以色列人预备的。 所以他们去了以后,你看,就告诉他们,最近都是为他们预备的。 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那是河水吧。 河水是井水。 他那时候,每家都有井水啊,他在打井。 那这井,要喝井水,他要把井先打起来啊,找起来,找得很深的。 那告诉他们,这个井水,也不是你所找的。 看到没有?是不是恩典? 诶,都是预备的好好的啊。 是不是? 那么,弟兄姐妹们,你看啊,接下来说,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 你看,也是非他所栽种的。 所以你看到啊,城墙非他建造,房屋装满,非他装满,水井也非他造成。 葡萄园,橄榄园,非他所栽种。 你看到四个方面上啊,从住的,到吃的,到喝的,到葡萄园,橄榄园这些水果的享受的,都是怎样? 都是现成的。 所以这就是加兰美地。 啊,加兰美地。 所以以色列人进入加兰美地啊,神代言他们进入加兰美地啊,是承受产业的。 那他在埃及地,他就不能承受这些,没有。 所以神代他们进入加兰美地啊,这些产业都是他们的。 城墙是他们的,房屋是他们的,看到没有。 水井是他们的,葡萄园,橄榄园,都是他们的。 所以他们要做的就是什么? 他们要做的就是相信神。 相信神的话语,相信神的英雄。 跟我说,相信话语,相信神的话语,相信神的英雄。 跟我说一下啊,相信神的话语。 阿们。 啊,相信神的话语。 这是他们要做的。 第一,相信神的话语。 如果他们不相信神的话语,他们根本没办法进去。 那这一切的美好, 又大又美的城墙,是不是? 就是,啊,早晨的水井。 装满各样宝物的房屋。 以及葡萄园,橄榄园,都与他们没关系。 所以,相信神的话语是第一物。 神的英雄。 神的什么话语啊? 就是要把这个产业,这个地赐给他们。 透过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事,所因的许,所利的云。 要把这迦南地赐给他们。 这就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华人。 给以色列人的英雄。 这就是他们要相信的。 你清楚知道,神对你说的话语。 你才能够坚定地相信。 你都不能清楚地知道,你怎么可能坚定地相信? 一会儿这,一会儿那的。 一会儿神医治,一会儿神不医治,一会儿神祝福,一会儿神咒诅,一会儿神赏赐,一会儿神收取。 怎么相信? 是不是?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相信神的话语,就明确地知道,神对你怎么说的。 对于色列人来说,神明确地在他说,就是要把这地赐给他们,成为他们的产业。 明白吗? 明确地告诉他们,诚意又大又美, 所以,非尼索建造,房屋装满,各样宝物,非尼索装满。 早晨的水井,非尼索早晨,葡萄园,感染源,非尼索太重。 这是不是话语? 这就是非常具体的话语。 具体的话语,具体的落实,落地的话语, 成就在尼瑞人身上。 他们要做的就是相信,相信,再相信。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接下来就是他们要进去。 要干啥? 赶出敌人。 赶出加连其族的这些敌人,把敌人赶出去。 是不是? 所以你相信神的话语,肯定会行动。 行动就是把敌人给赶出去,得地为一。 宝贵的弟兄姐妹们。 对于基督徒神的儿女来说。 在新约的时代,恩典的时代,仍然是这样。 你得清楚地知道,神对你说的是什么话。 什么音许。 你才能坚定地相信他。 越发坚定地相信他, 人的敌当魔鬼,赶出一切的仇敌。 他就不能再偷弃杀害鬼败。 不能再欺骗蒙蔽。 看到没有? 新约的交道之下。 你必须要知道,因着耶稣舍命有些。 生命是你的。 公义是你的。 健康是你的。 平安是你的。 全力是你的。 恩高是你的。 得胜是你的。 是不是? 那这一切耶稣给你做成的, 这一切祝福都是你的。 都是你的产业。 是你做成的吗? 非你所造成的。 就像这里说,房屋, 是不是非你所装满的? 公养的宝物非你装满的? 不是你做的。 造成的水井非你所造的。 不是你造的。 今天我们得享救恩的果效。 救恩的全面的祝福。 包括我们灵命成长。 我们承受神的国度。 我们将来耶稣的再来。 我们教会的背体。 我们背体。 这所有一切。 我们成为荣耀的教会。 荣耀的信主。 记住啊。 这些的, 都不是你做成的。 都不是你做成的。 都是谁做成的。 都是耶稣基督做成的。 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 败坏了张子权的魔鬼 把我们从黑暗权下拯救出来 看到没有 我们与他同死 老旧人与他同死 同埋葬 当我们与他同活的时候 我们新造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一切都不是我们做成 是耶稣基督做成 今天你成为荣耀的心腹 荣耀的教会 也都不是你做成 那因为靠你自己的行为行得好 成为荣耀的教会 荣耀的心腹 那你永远成为不了 荣耀的教会 荣耀的心腹 亲爱的弟兄姐妹妹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 这一切它都是耶稣基督 给我们做成 那么我们要清楚的知道 他为我们做成的 我们要做的就是相信 坚定的相信 阿们吗 我们越发坚定的相信 那么他所做成的一切 就是诗文 那么我们就能够承受 他给我们成就的一切 承受他的产业 享受他给我们成就的一切 享受旧文 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 将来美地是他们的福音 是他们的产业 是神给他们的应许 对于基督徒来讲 耶稣基督的救恩 耶稣基督的国度 耶稣基督的荣耀 生命 是我们的福音 是我们的产业 是我们的福音 是我们的产业 所以你信耶稣 信耶稣 信啥 就是信耶稣给你的 这些产业 耶稣给你的福音 瞎眼的的看见 背读的的释放 受压制的的自由 报告神越大人的信 神爱你 神拯救你 神医治释放你 是不是 就你脱离这魔鬼 干全世 把你牵到爱子国度里面 得祥神儿女的真容 这就是对于基督徒的来说 是我们要相信的 这是我们的福音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 听真理的道 每一天我都听了 听真理的道 相信这福音 相信神的话 那么我们就活在福音里 活在神的话语里面 活在救恩的果效保护你 抵挡仇敌 那些负面的思想 意念 奉尼苏民不接受 拒绝 仇敌的偷窃杀害毁坏 疾病 各种症状问题 奉尼苏民抵挡 不接受 就像以色列人一样 赶出加人地 欺辱的敌人 我们今天都不是赶破了 我们今天他也不在我们里面 他是外面的 他想骗你 你抵挡就行了 是不是 他现在攻击你 奉尼苏民 抵挡你 不接受就行了 可是我们看到很多人都高反 耶稣给他做成的 他都不相信 魔鬼加过来的东西 他都相信 都接受 如果是这样 你怎么闻合 所以他不听真理的道 他这个是没办法闻合 不是耶稣不赐出给他 是他不相信 耶稣做成的 他都不相信 他还靠自己做 魔鬼加过来的都相信 为什么 他以为魔鬼加过来是神给他 所以当牧师也没有 还是照样得爱一人 看到没有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所以你就看到神的心 是要我们承受权益的 神对人来讲 与人交往的方式来讲 从创世纪到启入 一直都是一个方式 不会改变 什么方式 想不想知道 想不想知道 神是怎么跟人打交道的 为人处事 你跟人打交道 也是有方式的 你想不想知道 神是怎么跟人打交道的 想知道的 说一下 想 是吧 你看我们人跟人打交道 你都有方式的 对不对 你有原则的 有方式的 你怎么跟人说话 怎么跟人为人处事 怎么跟人打交道 那你以为神跟人打交道 没有方式吗 没有方式怎么打交道 人都要为人处事 神他是神 他不为人 为神 他是为神处事 他是神 他怎么处事的 怎么与人交往 想知道是吧 好 想知道 我想告诉你 亲爱的听众姐妹妹 我们要看到 从创世纪到七十度 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 神与人打交道的方式 就是四个字 叫 恩典方式 跟我说 恩典方式 看到没有 你看 创世纪 神把 所有一切都 创造好 是不是 光造好 空气造好 花果蔬菜造好 水造好 是不是 天上的日月星辰造好 海里的鱼造好 空中的鸟造好 地上的牲畜 野兽昆虫造好 最后才造人 然后把这所造的一切 都交在 人的手中 我想问你 是不是 人就坐向其成 人一被创造 就成熟万有 是不是 恩典方式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们可以 随地吃 是不是 恩典 答应了 所以说 创造大功 神的创造大功 你看到神与人 打交道的方式上 把所有一切都创造好 都为人预备好 都为人创造好 最后才造人 所以人一被创造 就坐向其成 拥有所有的一切 第一天造人 人吃茶 吃茶喝茶 呼吸茶 想个没有 人一被创造 啥也没有 呼吸 空气也没有 你看都这样子了 是不是 当他这样 空气也没有 氧气也没有 咋活吗 口干水也没得喝 想吃饭 吃的东西没有 怎么活 从你看到没有 今天你有氧气呼吸 你看这么好的空气呼吸 是不是恩典 喝水是不是恩典 享受阳光 是不是恩典 亲爱的弟兄姐妹妹 你必须要知道 这些都是无价 要为你收费的吗 呼吸一口空气一百块 那你一天呼吸 多少口空气 你还交多少钱 你看在医院里 收费的是人干的 不是人干的 医院里面洋气 是不是给人呼吸 问一下多少钱 喝一口水多少钱 亲爱的 你不要说 哎呀那我喝水也要钱呢 那也不是人干的 是人干的 好不好 你要知道 这些资源 这是宝贵的 空气呀水呀 晒一下太阳多少钱 问你要钱了吗 可是你离得开水 离得开空气 离得开阳光吗 没有任何人能离得开 是不是 你离开了 你这生命状态 就不可能继续存在 不能健康地活着 还健康活着 活不下去 所以我们要看到 这些宝贵的资源 都是神给人的 这一切宝贵的资源 神没有为我们收费 我想问你 那是不是恩典呢 所以这一切都是恩典 阿们 是不是神就与人打交的方式 是恩典的方式 一开始就是恩典方式 以色列人进入加南地 这些城市啊 还有这些 无法国园啊 葡萄园啊 房屋啊 等等等等 飞景啊 等等 都不是他们自己所创造的 自己所找的 自己所修建的 他们进去 这些都是县城的 加南梅帝 这些产业 白白地赐给他们 这是不是恩典 看到没有 这些对以色列人来讲 都是恩典 神把这地赐给他们 加南梅帝赐给他们 牛奶与蜜之地赐给他们 都是恩典 他要做的就是相信嘛 相信就得着 所以伊甸园 起初神创造的人 与人交往的方式 恩典方式 亚当夏娃 应该要做的就是相信 阿们 一直持续的相信 享受恩典 活在荣耀 他不相信神 相信魔鬼 他就失去恩典 失去荣耀 那就是他自己的事 所以以色列人 老一代的以色列人 他不能进入加莱美帝 倒闭在旷野 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他不相信神的 就是因为他不相信神的 化身的英雄 他就能进去 他就能进去 是不是 接下来第三个方面 看一下 前面讲的 创世纪 第二是 以色列人 今天再接下来讲第三 从神的救赎打工的角度 看到没有 那都是神 透过耶稣 显明他来 透过耶稣 成就了他的救恩 你看耶稣 他又是被审判 又是被定罪 又是被鞭打 又是被释在十字架上 是不是 他的血流出 头上又带经济的冠面 又被那些祭祀掌文士 那些人们 讥笑罗马 在十字架上 耶稣为我们担当 所有的罪 为我们舍命 为我们埋葬 为我们儿子 为我们埋葬 第三天从死里 呼过 前面丢起来 然后耶稣又到天上去 为我们预备地方 他说他预备好了 还要来接我们 看到没有 这一切救赎打工的成就 耶稣基督都为我们做成了 这一切是不是恩典 是不是恩典 所以信耶稣 信耶稣 信神 不就是信他给你做成的 信他的恩典吗 信神对你的爱 信耶稣给你的救恩吗 给你的恩典 救恩 救赎的恩典 阿们吗 如果耶稣流血 洗洗你的罪 你都不信 叫啥信耶稣 耶稣受便上 你的医治 你都不信 叫啥信耶稣 耶稣受咒诅 你都祝福 你都不信 你叫啥信耶稣 耶稣为你而死 是你得生命 这种新造的人 你是新造的人 你都不信 你老是说我老旧人 好我 没死透 你叫啥信耶稣 你天天说你有罪 天天说你有病 你就要信耶稣 信罪信病呗 看到没有 既然都是耶稣给我们做成的 既然都是神给我们的 那就都是恩典 那我信耶稣 就是信耶稣给我做成 是不是 耶稣说流血 洗尽了我的罪 那我就是 我就阿们就行了 你相信 是不是 耶稣说我是公义的圣洁的 无可责备 没有瑕疵的 因着他的血 我是公义圣洁 无可责备 没有瑕疵 那我就信就行了 你信你才得着 你不信你 你得着啥 你得着啥 你得着说我信耶稣 其实你根本就行了 看到没有 你耶稣受病上 你对一致 你喊阿们就行了 耶稣说你是健康的 阿们 我是健康的 你天天信 耶稣受病上 我对一致 天天信 我就是健康的 你就健康 你就享受健康 享受一致 奉耶稣的生命 阿们不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妹 看到没有 非你所造成的 都是神做的 都是恩典 一切都是恩典 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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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吧 我们要做的就是 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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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典 恩典 阿们吗 哈哈哈哈 亲爱的弟兄姐妹妹 开心不开心 开心笑一个 呵呵呵 呵呵 嗯 啊 所以看到没有 一切都是恩典 这是神与人 打交道的方式啊 我们要做的就是 相信 你相信 恩典 罗马书的第五章 罗马书第五章 一节到二节 我们记音信 称义 你看 音信称义 你相信他 神就称你为义人 哎 义就是神从神而来的 这个新约的义 是神从神而来 不是靠我们的行为 是相信 他就把公义赐给你 他把公义赐给你 相信 不相信 领受红恩 并所赐之意啊 领受红恩和所赐之意 所以红恩和公义 红恩就是恩典 红水一样的恩典 宽宏大量的恩典 公义 就是神的公义 是礼物赐给我们 他的儿子 神爱世人 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 是不是 叫一些信他的人 不知灭亡 把他用神 看到没有 把独生子都赐给我们 公义还不赐给你 公义还不赐给你 你信耶稣 得着耶稣的神秘 连公义都没有 连红恩都没有 天天说你有罪吗 领受红恩 所赐之意 因着耶稣基督一人 在生命中做完 与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些信他的不知灭亡 反得用神 你放在一块儿 读一下 看一看 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 神所赐 把独生子都赐给了你 你都得到的生命了 公义还不赐给你吗 红恩还不赐给你吗 所以 独生子都赐给你 都得到生命了 红恩也是你的 公义也赐给你 所以信耶稣 你就能在生命中做完 你就有权力了 你不光有生命 还有权力 你不光得有生 你还能得权力 你还能做完 你光得个有生 当个奴隶啊 永远的奴隶 那有什么意思 一点权力也没有 活着有什么意思 看到没有 得着永生 它是你的生命 也受红恩和所思之意 因着耶稣基督 一人在生命中做完 是你的生活中 你是做完呢 做完就是有权力了 享受荣耀 享受尊贵 而这一切都是从而来 都是神赐的 都是恩典 你要做的就是什么 你要做的相信 相信 相信啊 什么公义赐给你 你相信不相信 你相信 他就是你的 神就称你为义 什么耶稣基督赐给你 你相信不相信 相信你就得永生 你得生命 看到没有 不相信就得不到永生 就灭亡 相信就得生命 得永生 公义赐给你 相信不相信 相信就得耶稣基督一人 在生命中做完 不相信 那你就继续当努力 当罪得努力 看到没有 因性成义 就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如果与神相和 你与神和好了 连相和 与神和好都不是你做的 都是耶稣基督做的 你要做的相信 你相信因着耶稣 我与天父爸爸 日神和好了 又和好了 你不相信 那就是你的事 你说我有罪 我有罪人 神啊 求你不要丢弃我 神啊 求你不要从我里面 收回你的圣灵 神啊 求你不要远离我 神啊 求你与我同在 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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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 求你 求啥求 你看这样祷告的人 都是不相信 自己与神和好的人 是不是 他感觉自己和神的距离 老远老远老远 圆的一个地步 那就是可望不可及 可望也望不及 可是圣经经文 清楚告诉我 你因信诚意 你就因着耶稣基督 都有神相 你要靠你的行为诚意 你是不可能有神相 你罪于神 看到没有 所以弟兄姐妹妹 接下来说 我们的余神和好了 接下来说 第二节说 我们又记得他 因信的进入 现在所站的这 恩典中 是不是恩典中 你现在站在哪里 弟兄姐妹 我们现在信息 我们站在恩典 所以你要看到 神与人打交道的方式 是恩典的方式 阿们呢 恩典中 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看到没有 你只有站在恩典中 你才能欢欢喜喜的 你每一天才会开心 才会喜乐 欢欢喜喜就开开心心的 兴高采烈 你才有好心情 精神也好 心情也好 晚上睡眠也好 为什么 因为你站在恩典中 阿们吧阿们 讲得多么的精准啊 是不是 你这个欢欢喜喜 站在恩典中 你才会欢欢喜喜 然后盼望神的荣耀 盼望就是期待 好事发生 活在神的荣耀里 这就让我们看到 神与人打交道的方式 是恩典方式 神的恩典 是我们恢复 神的荣耀 在我们的身上 亚当因为不相信神的话语 神的恩典 失去了神的荣耀 活在了 活在了各种各样的 劳苦愁烦里面 是不是 恨就满面才得不可 摩西说的 一生所惊夸的 不过是劳苦愁烦 那些都是不相信恩典的人 所以他才活在 劳苦愁烦里面 当你相信恩典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就成熟产业 你就活在 活在荣耀里 你就欢欢喜喜 盼望神的荣耀 天天都是开心的 天天都是喜乐的 天天都是期待 美好的事情发生 天天都活在 神的荣耀里 明白吗 奇事录 第四最后 当教会被提 有人问 怎么样才能被提 怎么样看被提 靠你做得好 天天读圣经 以前我们听人家讲 你得怎么样 天天读圣经 让耶稣来了 一看 没读圣经 没祷告 没干的干的 就被提的时候 就不被提你了 你行得好 你圣洁 你看 为耶稣做工 你看 你不为耶稣做工 耶稣来的时候 就不被提你了 你祷告啊 你不祷告 被提不被提你了 把被提设置 很多的行为要求 行为条件 如果是这样 没有一个的媒体 你谁能保证 你一天24小时 都在读圣经 能保证一天24小时 读圣经的人 把手举起来 我看一下 你不吃饭呢 你不喝水呀 你不上厕所呀 你不结婚 你孩子不照顾啊 你不赚钱养家呀 你一天24小时 都读圣经 刚好你24小时 读圣经 就这一下 上台所没读圣经 耶稣来了 耶稣像贼一样的来了 就趁着你没读圣经的时候 来了 因为 这个简经就说 耶稣来的时候 就像贼一样啊 是不是 像贼一样的 不知道的时候 他就来了 然后你正上厕所 圣经没读圣经 光一次来了 你看 哦 不读圣经呢 那就不贝其了 是不是 那这么干的话 谁能贝其 我以这个来举个例嘛 因为过去的 简经都这么减 现在大量的都这么减 所以贝其的条件提得很高的 各种行为要求 各种圣洁要求 各种各样的要求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今天只想跟你说 什么样的人贝其 圣长 只要是你是信的 你是一个新造的人 因信诚意的人 新造的人 耶稣基督来的时候 都贝其 你都因信诚意了 是不是 你都与神和好了 你都因着恩典 站在恩典中 荒荒稀 盼望神的荣耀了 你这样一个信耶稣的人 神的儿女新造的人 你都已经被从黑暗权势下 拯救出来了 进到神爱子的国度里了 是不是 他不背提你 你背提谁呀 你是他自己人好不好 你都进到爱子国度里了 他还把你撇一下呀 想过没有 所以你听着我这讲道 听我这灵修 新造学院学习以后 你什么课 什么各样其他的教导 一看就是错误的 把真钱认识了 搞清楚搞明白了 假钱送过来 一看就假的 一摸就知道 一摸就知道他讲 是不是 你是神的儿子 就不背提你 背提谁 你一信称义的人 不背提你 背提谁 你都已经重生得救了 基督都活在你里面 你都活在基督里面 不背提你 背提谁 你都与基督同死 同埋葬 同复活 是不是 与基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的人 不背提你 背提谁 阿们 所以我们要清楚的知道 这个背提 都不是你做成的 连背提都是耶稣做的 你要做就相信 你还以为靠你做 靠人自己做的话 没个人背提 但是靠耶稣做的话 你相信的话 个个都背提 多么的精准 现在你放心了吧 你不用听人家 整天微酷狼嚎的寒娇 你们要圣洁 你们要悔改 你们不瞬间就不能背提 彌赛亚要来了 彌赛亚一起来了 我们都要有瞬间 不得悔改 不然我们就不背提 我们就爱哭怯齿 就把留在 留在外面 天下里面 就爱哭怯齿了 累不累 那是 彌赛亚来了 他这样寒娇的人 是不会背提 他寒娇一下圣洁 你就圣洁了 他寒娇一下 你悔改 你就悔改了 啥叫圣洁 啥叫悔改都不知道 要他寒娇一下 还要耶稣干啥 是不是 要他寒娇一下 你就那圣洁 还要耶稣干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两个宪制 假宪制 耶稣就是我们的圣洁 阿们 你听耶稣的福音 听耶稣的道真理 你就悔改了 悔改不是他在那喊叫 要求你 叫你悔改就悔改 圣洁也不是他要求你 然后你在那哭啊 流泪啊 认罪啊 不单单认啊 就圣洁了 如果是这样 要耶稣干啥 弟兄姐妹 你成为圣洁 不是你做的 你成为圣洁 是耶稣的血 洗净了你的罪 阿们 你成为圣洁 是因为你被重生的 成为神的儿子 成为新造的人 什么公义 圣洁的生命属性 放置 设置在我们那里 我们就是圣洁的 看到没有 耶稣已经做成了 我们已经是圣洁的 我相信我是圣洁的 你相信吗 你不相信你才叫不悔改 你相信你是圣洁的 你才叫悔改 相信耶稣给你做成的 你就是圣洁的 相信耶稣给你做成的 你就是悔改 信明白没有 信明白没有 连耶稣做成的 你都不信 连耶稣做成的 你都不信 你都不信 叫啥 我们的圣洁啊 靠你自己去圣洁 靠自己去哭啊 自己去做善事 做好事啊 靠自己去预备 去圣洁去悔改啊 通通都是某个黄金 保贵的弟兄姐妹妹 所以你看 无论是圣洁是怎样 那是耶稣给你做成的 悔改 悔改是你听耶稣的 悔改信福音 日期满了 神的国进了 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是不是 这是在哪里 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 看到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吗 十四章十五节 耶稣下奸 这个 不是耶稣下奸 约翰 口误口误啊 这要悔改 立马悔改 约翰下奸以后 耶稣来到加利利 我必须得申明一下 口误啊 不然的话 有的姐妹要抓住我的 抓住我了 说我了 不给抓住我的姐妹们 就离物 他在 耶稣来到加利利 宣传神的福音 说 日期满了 神的国进 你们当悔改 信福音 跟我说 当悔改 信福音 阿们 看到没有 清楚不清楚 清楚不清楚 这个当悔改啊 悔改 它就是改变心思啊 思想更新 思想改变 那么怎么样 他的思想才能 跟你思想改变呢 下面说得非常清楚 信福音 阿们 阿们 谁懂 谁懂 只有我懂 所以你要清楚看到 同样读这一经文 很多人他就读一读就 而过来了 知道啥意思 我一读我就明白 神就跟我开启 什么叫悔改 悔改就是信福音 如果你讲悔改 连福音都不信 那不叫悔改 那叫假悔改 听到没有 你们耶稣讲这个话 是随便讲的 你们当悔改 信福音 随便讲的呀 那是非常严谨 有逻辑的 你们当悔改 他并不是光停在这 信福音三个字就没了 是不是 他说你们当悔改 你们当悔改 你们当悔改 悔改啥 啥叫悔改 咋悔改 所以真正的悔改 完整的悔改是 你们当悔改 信福音了 阿们 你的福音讲清楚 你在传福音 你在讲真理的道 你在讲福音的道 你在讲耶稣基督救恩的道 讲着耶稣基督舍命流血的道 耶稣基督受病上可医治的道 讲耶稣这些恩你也真理的道 你们听这些道 他思想就改变了 心思就改变了 他就悔改了 阿们 并不是你在这儿喊叫 阿们要悔改 米赛亚要来了 你们要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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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喇们 他就是悔改就悔改啊 啥叫悔改就不知道 一帮骗子 看到没有 今天你听到我的讲 你哇一下子就亮了 开起来 哇原来这个叫悔改啊 悔改就是要信福音啊 连福音都不信的人 叫啥悔改 听明白没有 强大不强大 多么强大的话语时钟 悔改就是信福音 多么严谨的真理 欢欢相扣 不计严谨 思维胜利 无懈可击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 这就是新约的真理 福音就是好消息 就是基督的救恩 救出大公的好消息 基督的国度 弥赛亚国度的好消息 阿们 都是恩典 也就是说 你悔改就是信福音 悔改就是信救恩 悔改就是信恩典 一切都是恩典 你当你相信恩典的时候 你就悔改了 阿们 你不相信福音 不相信恩典 不相信耶稣给你的救赎大公 耶稣给你的弥赛亚国度 你不相信 那你就是不悔改的人 你虽然你说你信耶稣 不好意思信错了 信的是宗教 信的是行为 信的是各种要求 各种规条 各种制度 各种人的这些礼仪 各种人的这些传统 亲爱的兄弟们 所以你看 悔改 你们当悔改 信福音 你以为这个一搞明白 你说你一下子 方向就对了 你就知道 神与我们交往的方式 都是恩典 恩典方式 阿们 福音就是好消息 耶稣基督为你做 是不是 所以新约 你要看到 当教会被提 都是神做的 神的恩典 然后你看到 新天新地 新一路撒冷 所有一切 都是神做的 你进到 新年新地里面 你得到 新一路撒冷 启示录那里面 你看记载的这些 全部都是神做的 然后我们在 这个新年新地里面 我们与神同在 再也没有眼泪 没有悲哀 没有忧伤 那一切都过去 我们就得享 神的光 对不对 得享神的荣耀 得享神的 以耶路撒冷 神的城 得享神 生命的水 生命的国 得享永远的牧羊 而且是神 透过耶稣基督 高扬的牧羊 亲自的牧羊 永远的牧羊 我想问你 是不是恩典 阿们吗 是不是恩典 今天创世纪的启示录都讲了 是不是 所以看到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条线 神与人打交道的方式 就是恩典方式 所以你信神 就是信他给你的恩典 他给你的是恩典方式 你要做的就是相信来回应他 可是很多的人 他就不珍惜 是不是 身在福中不知 神给他的恩典 他不信 他不要 他还是要搞自己的一套 行为的一套 自意的一套 建立一套自我的标准 建立一套自我公义 自我唯义的标准 搞自己的一套 想干啥 看到没有 这样的人他就没有好日子过 跟神对着干的人都没有好结局 都是被魔鬼骗的人 被魔鬼利用的人 不相信神 不相信恩典的人 不相信神恩典方式与人打交的人 看到没有 都很悲惨 因为他听魔鬼的话 他建立自己的一套 听魔鬼的话 建立自己的一套 想跟神唱反正 与神分心抗议 只会让人活在分别善恶当中 让人活在定罪控告当中 让人活在仇敌的挟制和掌控当中 所以宝贵的弟兄姐妹 我今天早上的分享很重要 你就这一个神与人打交道的方式 是恩典方式你听明白的 那都是无价之宝 你说你是多么的蒙福 一切都是恩典 我们要做的就是相信 阿们 无价之宝 跟我说无价之宝 看到没有 无价之宝 所以这是神与我们人打交道的方式 明白神与我们打交道的方式 你是多么的蒙福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你看到这些最宝贵的都是 是不是 要祝福每一位宝贵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看到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神与人交往的方式 恩典方式 神不但地爱人 寻找人 拯救人 祝福人 帮助人 所以一些的恩典方式 神渴望我们相信他 神渴望我们以信心回应他 渴望我们心甘情愿地跟随他 享受他的恩典 站在他的恩典中 享受他的荣耀 神就怎样 神就得荣耀 当你站在恩典当中 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神就得荣耀 就像父母一切为了孩子 是不是 如果这个孩子听话 相信他的父母 是不是 被父母训练长大成熟 强大就智慧影响力 这个孩子有更大的成就 是不是父母得荣耀 比如说这个孩子 什么都不听父母 就听隔壁的王老三的 隔壁的王老三的 恰恰就跟他父母唱反调的 就听父母 听隔壁王老三的 处处跟父母对着他 最后活得窮毁渺倒 疾病缠身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不是 他还能怪父母吗 这个比方就让你清楚的知道 如果你听神的 一切都是恩典 是不是 把你信念装备成长强大 活出珍贵荣耀 是不是 你自己也蒙福得圣 神也得荣耀 阿门 所以恩典方式 是你活在荣耀的 可是你不听神的 你听魔鬼的 像亚当听魔鬼的 像这个老一代以色列人 听魔鬼的 埋怨抱怨不信 像耶稣时代的 那些法利塞人 文士法利塞人一样 不听耶稣的 是不是 反对耶稣 不相信耶稣 逼迫耶稣 像保禄时代一样 那些逼迫他的犹太人一样 到处逼迫他 到处定贼控告他 还要拿石头打他 看到没有 他追求自己的意 却不相信神的意 这些法利塞人 不相信神恩典的人 还有什么好记忆 亲爱的兄弟们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的领袖 所以你听到今天早上 神与人打交道的方式 你都不一样 你就得释放了 你现在的方向都通了 你心里面都开窍了 阿们 你大脑都清醒了 拨开云木 见青天 你就活在恩典中 是不是 你就过好日子 那些不相信神恩典的人 听魔鬼谎言的人 听各种其他的教导的人 他活过不了好日子 有再多好东西 给他摆光了 但是你听神恩典的人 听真理的道的人 你会越来越成长 越来越坚固 越来越有信心 越来越蒙福 强大和得胜 拨出神的荣耀和尊贵 好不好 你就过好日子 你天天都欢欢喜喜的 你站在恩典中 天天都欢欢喜喜的 你天天都开心的 天天都是喜乐的 耶稣给你做成的 你都相信 你都承认 你都喊阿们 你都把荣耀归给神 亲爱的弟兄弟们 你就活在荣耀里 活在尊贵里 蒙福和得胜里 奉耶稣的圣地 成了 阿们 好 弟兄弟妹妹 所有听明白的家人们 喊阿们 营收的家人们喊阿们 相信的家人们喊阿们 我为这些人牌的家人们喊阿们